嗨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,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买衣服。 不好意思,请问这件衣服有红色的吗? 当你想买一件衣服,可是你不太喜欢这件衣服的颜色,你可以说,请问这件衣服有红色的吗? 请问这件衣服有蓝色的吗?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不同的颜色。 红色 黑色 灰色 蓝色 黄色 紫色 棕色 当你想问别人问题的时候,你可以说,你好,也可以说,不好意思,然后再问,请问这件衣服有红色的吗? 毛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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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,请问这件毛衣有白色的吗? T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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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,你好,请问这件T恤有黑色的吗? 裤子 裤子 不好意思,请问这条裤子有黑色的吗? 你好,请问这件衣服有蓝色的吗? 有的,请您稍等,我去拿。 我找到了,给您。 太好了,谢谢。 你好,请问这条裤子有黑色的吗? 请稍等,我去帮您找一找。 不好意思,黑色已经卖完了,红色的吗? 请稍等,您喜欢吗? 哦,卖完了。 嗯,不用了,谢谢。 有的时候,你想买一件衣服,可是发现这件衣服太大了,太大了。 现在,让我们来说一件衣服太大了。 现在,让我们来说一说衣服的尺码。 尺码的意思就是size。 一般,我们有三个常见的尺码。 S, M, L。 S码也称为小码。 所以,码的意思其实就是尺码,size。 所以,S码,小码,M码,我们一般说中码。 L码,你可以说大码,大码。 但是卖衣服的人,因为他们经常接触尺码,所以你也会听到,S码,M码,L码。 称衣,称衣。 你好,请问,这件称衣有L码的吗? 你好,请问,这件称衣有大码的吗? 不好意思,请问这件称衣有没有小码的? Oh, je me souviens,les Thaï,en Chine,en Europe,et aux Etats-Unis,sontdifférentes。 有的时候,为了方便帮你选择衣服,Dougou小姐会问你, 请问,您穿什么尺码的裤子? 您穿什么尺码的裤子? 比如,我在法国买的裤子,一般是34,UK,英国的尺寸是6,但是在中国的话,我有可能要穿小码的裤子,小码,S码的裤子。 所以,你要告诉,你要根据中国的尺码,告诉导购,我穿小码的,或者我穿中码的,我穿大码的。 接下来,让我们来说一说,衣服的大,小,和胖,瘦,胖瘦。 你看,我这里有两件T恤,两件T恤,这件T恤我穿太大了,太大了。 这是什么尺码的? 这是L码的,是大码的,太大了。 这件T恤我穿,太小了,太小了。 这件T恤是什么码的? 这件T恤是XS码的,加小码的,是加小码的,就是特别小,比S还要小的。 码是XS码,加小码。 我穿太小了,不行,我们再来说一说衣服的胖瘦。 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,刚刚好,正合适。 刚刚好,正合适。 非常好,刚刚好。 如果你的衣服穿上之后是这样的, 这件衣服太紧了,太紧了,你看,太紧了,也可以说太瘦了,太紧了,太瘦了。 如果我穿上这件衣服,发现衣服是这样的,我可以说,这件衣服太松了,这件衣服太胖了,太胖了,太松了。 当我们买裤子的时候,一定要穿到身上试一试才知道,合不合适,我们要试一试。 所以,试衣服的这个房间,叫做试衣间,试衣间。 我们来试着问一问。 你好,请问,试衣间在哪里? 不好意思,请问,试衣间在哪里? 导购,也就是这个商店的服务员,我们现在一般称为导购,他会给你说, 请您直走在您的右手边,在您的右手边,直走在您的右手边。 请您直走在您的左手边,在您的左手边。 或者他也会说,我带您去吧,我带您去吧,也就是我带你去的意思。 因为您是一种尊称,我们一般称呼年龄比自己大的人,您,也称呼顾客,您。 我带您去吧。 不好意思,请问试衣间在哪? 在这边,我带您去。 谢谢,不客气。 谢谢,不客气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